都夹了 都夹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鸣 之前我在评论区看到有一个小伙伴叫我做那个水上摩托 你说的是这个吗 这个不是水上摩托艇吗 可是你这么一说 我突然间就显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最近我看到很多摩友在街上开那些很酷的机车 我觉得好帅啊 你们说那些很帅的摩托车 既能在马路上开 又能在水上开 那时候会更酷 要不我们来做一个水路脸稀摩托车 于是今天我去买了一个 这样子的男士摩托车 还有四个这样子的大桶 不过说真的 这个摩托车我买回来之后还没试过 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开 我们现在试一下 可以开可以开可以开 现在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选法 你们看我们不是有这个大桶吗 我们把这四个桶用铁棍固定在我们这个摩托车上面 大概就是这样子 像飞机一样给这个摩托车加装一个翅膀 让它能在水上面飞起来 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们如何才能让这个摩托车在水上飞走 我想的一个办法 我们直接在这个摩托车的轮子上面 加装一些波片 让这个摩托车在水上行驶的过程中 没问题说真的 明天下水的时候究竟能不能浮起了 要是干下水就成了 好尴尬 OK我们先不管那么多了 我们的目的地了 这边全是鱼塘 接下来我打算在我身后这个鱼塘 半生我们的摩托车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摩托车 我们已经把它完全组装好了 各种细节我们都花了很多时间去处理 觉得帅不帅 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一过来的时候 我一直担心 我们的这个水上摩托车 下水之后会不会直接沉了 但是现在我显的是 它怎么放下去啊 这么大 这个鱼塘是这样子陷下去的 怎么放 好神奇啊 真的可以 它浮起来了 现在我们就 我们下水吧 爹 踩那个桶 保持平衡保持平衡 现在我们只剩最后一步 我发现一个问题了 OK 崇磋成功 我们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一名的摩托艇漏气了 现在一个人在湖面上滑 你还笑 过来帮忙吗 行不行 它彻底动不了了 还是它的发动机进水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水上摩托车 还是挺成功的 因为至少它没有车 至少它冻起来了 至少我没有落水 OK 我是一鸣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不关键的关键 点赞 收藏 转发 关键的关键 关键的关键 再见